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拉奧托歐特曼 今天呢,繼續來玩我們的飢餓龍吧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把我們的球甲龍升到最終形態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他這個後面這兩個新的技能是有什麼 那我們呢,上一集大概只有升到這個階段吧 就是大概是END這個階段 那我們現在呢,要把他升到XL 那M到XL這階段的技能呢 有停球刺射,旋轉停下直朝四面八方,射擊這個被刺 是被刺嗎?應該是念疾吧,疾刺 然後升到滿之後呢,應該說不是升到滿 應該是升到L的一半之後呢 可以使用旋轉噴射 在旋轉狀態下,射出巨大的疾刺 旋轉就是那個很像球在滾的那個 他就會射出大量的疾刺 他是說巨大啦,不是大量啦,看錯了 然後你會看到呢,老頭右上角呢 已經有435個蛋殼 金色蛋殼 以及這個346個紫色鑽石 那老頭是有儲值啊,不然不可能會這麼多啊 那這個蛋殼的這個獲得方式就是 不斷的抽這個蛋喔,會獲得寵物 那這個寵物會有重複嘛,重複他就會 他就會直接換成等值的蛋殼 等值的金色蛋殼 普通的話應該是換一個吧 阿如果是稀有的話是換50個吧 欸沒有,普通是換5個 稀有是換50個 欸稀有是換10個 然後死屍是換50個吧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呢,就是把上面這346個 紫色鑽石全部抽一遍好了 好不好 反正就 抽一下吧 把他全部抽光光 欸 反正到時候呢,還是會有用的 你看普通的,喔 普通的是直接 變成10個碎片啊,我搞錯了 繼續抽 喔,點一下這個,這個顏色有 這個顏色有喔 稀有的 哇,這隻我,這隻我沒有喔 樂,樂焰猩猩 烈焰奔騰時間增加 好不好,繼續 喔,就是你點這個蛋的時候 那一瞬間會有一個那個光紋 那個光紋的顏色就已經決定 這隻會是抽到什麼了,這樣子 喔,剛剛抽到一個 稀有的算不錯啊 但是史詩的話會更好啦 嘿 而且如果史詩重複直接給 直接是給50個吧 50個金色碎片 很爽 然後這又是一般的 嘿 刻金刻起來 把它全部抽光光 有沒有 抽光他 好 好 再來繼續 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真的很難抽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啊 老頭就是在錄這個 無止境的坑洞 只要他有更新 我就必須刻金 哈哈 不然的話呢 要花時間 要花很久的時間 啊 只不過就是時間或是金錢的概念而已 啊 二選一 老頭選擇金錢 遊戲其實 要是說其實線上遊戲都是這個樣子啊 對不對 你剛才是說現在的手遊 或是線上遊戲 都是諸如此類的吧 唉唷 這一個是 哇 竟然抽到14 喔 直接給100個 哇 欸 那隻蟲我有了嗎 爆裂蟲已解鎖 你改為獲得100個金色碎片 為什麼 我不懂欸 我沒有爆裂蟲這個東西啊 他說已解鎖 然後變成碎片 超小 這樣不燙吧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爆裂蟲我又有嗎 我不記得我這一個 我不記得我這隻 死 死屍啊 還是說他這個獲得方式 要用另外一種方式獲得啊 解鎖歸解鎖這樣子 為什麼莫名其妙丟蛋給我 算了不管了 我難過 我的爆裂蟲 全部把它換成碎片了 全數換成碎片 全數換成碎片 不過運氣還蠻不錯的 居然抽到一個死屍 再來 阿 用完了喔 好 我這樣子有645個 645個呢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升到最滿了齁 來 升到最大值 好 然後再來就是 能量的部分 好 可以用旋轉噴刺了 AXL階級 有有有有 升滿了升滿了 好了 剩下就省著用吧 來我們帶一下這個齁 怎麼在烈焰奔騰時燃燒 好這個是 之前抽到的死屍 暈眩大師 悲心炸彈 吸引烈物 好隨便啦 我就隨便選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最終型態呢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應該不是說長什麼樣子 是威力是如何 好試試看 喔帶的東西好多喔 附帶技能 喔然後看變超大隻的 有射了一個大尖刺在那邊 哈哈哈哈 有那個尖刺感覺也太弱了吧 阿就只有一個而已這樣子喔 阿就只有一個而已喔 我們往左邊看看好了 我們之前上一集在玩的時候 右邊 右邊已經去過了吧 對不對 那我們去看左邊有沒有新的區域好了 其實講實在的 都有點忘記那個路要怎麼走啦 哇我完全卡住 唉唷 彈 喔彈 彈彈了 哇 然後剛好有那個雞的能力 烈焰奔騰石燃燒 阿有沒有燃燒 喔彈進去了彈進去了 哈哈哈哈 這裡是哪裡啊看一下 欸這裡是哪裡啊 我還真不知道欸 我有點忘記了這裡倒是哪裡 阿這邊是會遇到那個大媽媽那邊對不對 我好久沒有來這裡喔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什麼改變之類的 衝阿 哇吃到辣椒爽 衝阿 為什麼我剛剛看到好像有一個就是身上揹一把劍的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那什麼東西阿 揹著一把劍的人物 我發現其實這一隻阿 玩到後面有點不太好用的感覺 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變成一顆甲龍這個球阿 說實在的 他的彈來彈去讓你沒有辦法 好好的移動 我講真的 他無法讓你無法讓你好好移動阿 你就 比如說看我剛剛要往下走 然後就會一直彈來彈去 彈到沒辦法過去這樣子 總覺得還是電龍好用阿 不過這隻唯一的優點就是可以在水裡自由自在的油 完全不受水壓的影響 欸大媽媽 把大媽媽吃掉了 爽 飢餓沙裡面的那個大媽媽 一去了 我可以到這麼深 那這邊有個圖書寫說什麼 哇靠這邊也太黑了吧 秘密區域探索 我什麼都沒看到探索 哇一堆金幣 爽 爽阿 能夠多深呢 好像不能了 大概就這樣子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了 喔 太黑了吧 剛剛完全看不到 好 我們繼續往這邊走 衝阿 哇那個不能吃 哇靠怎麼那麼痛阿 我的天阿 誒可以不要一直在旋轉了嗎 你一直在旋轉就沒辦法 這這個 這什麼東西 拿著一把劍的包包 這是什麼 活動的東西 哇 那烈焰奔殘才可以過 完了我要死了 我要塞水裡了 快點快點幫我補血補血 不要再亂撞 再亂撞撞下去會死掉 趕快回復你的生命阿 有 有 行 有 這邊是巫婆森林阿 沒有錯 衝阿 把這巫婆全部吃掉 看一下上面還有沒有 阿 對阿 有哥布林的 哥布林的基地 哥布林的基地我還沒看過 可是我已經有點忘記 哥布林基地怎麼過去了 應該是這裡吧 我自己看一下 好像是耶 哇 怎麼突然又加成 我看錯了 沒事 這不是哥布林基地 這個是哪裡我忘記了 我忘了 把他吃掉 哈吃哈吃 吃光光 撞阿 繼續撞阿 哇 又噴了又噴了 舒服 舒服啦 唉唷 六龍節了 難得 哇 過不去了 等一下這裡有什麼 這還好嗎 我往上走就好啦 哇靠我剛剛撞到那個 好痛 我要死了 救我 我要補血 我的血量越來越低迷了 完了 各位再見了 嗯 哈哈 直接爆掉我的天哪 嚇笑死 阿算了不過完成好多任務 好爽阿 看一下 三個接完成 好獲得了一些蛋殼碎片 perfect 棒 不錯不錯 我還有分數 我居然是在這裡面的第五名 好啦今天差不多就先回到這裡結束啦 那之後呢 再看這個雞翼龍會不會做持續的更新喔 目前為止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月更新一次 那更新一次不見得會有新的龍 但是呢 如果一樣如果有新的龍 老頭 一樣會繼續進行拍攝 好不好那這就是我們這個球角龍的最終形態啦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這隻強啦 這隻真的太強了 到底呢 何時何地 才能 追過我們的電慢龍呢 我們電慢龍真的太強了 我說真的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真要玩 電慢龍絕對是CP值首選 我很推薦他 真的非常的推薦 優先先生這一隻 分數賺超快的 好不好那這一隻其實我覺得蠻 稍微有點弱掉了 但是我是覺得他的這個攻擊模式很特別就是了 但是我不太推薦這一隻阿 好不好 雖然他的優點是在水裡可以游泳 但是還是 分數還是上不去 好不好 好啦今天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走下講個訂閱又下講個選壞下好不好 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飢餓龍再見面了 拜拜